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又云 现在要给大家看的影片是 日本东北圣岗市 来到圣岗,你一定要吃一碗圣岗冷面 QQ的面条和水果风味的汤头 你一定要试试看哦 这是二层楼的一间店 干净整洁 帅气亲切的服务人员 引领着我们上二楼的位置用餐 二楼非常的宽敞 还可以看到一楼的景观 在这里用餐很舒心哦 用餐完后我们就走路到圣岗城基公园 这个是罗东青年商会和圣岗青年会 缔结为姐妹50周年纪念碑 让人亲切又感动 在海外看到我们的国旗 这棵树林长达360多年的石格音 一直是圣岗市区内的奇景 自1923年就被封为国家天然纪念物 这样的结合可以说是大自然中 生命的偶然与巧合 日本随处可见的红色鸟居和神社 是我非常喜欢的景物之一 每一个神社都有各自不同的建筑美学 值得进去参拜许愿 愿望会成真哦 风一吹来下起了樱花雪 浪漫指数爆表 一群樱花妹在樱花树下拍照 穿起日式传统服饰 满有樱花季节的韵味呢 我也撑了一支油纸伞 在樱花树下摆个pose 拍个照 纪念一下这个美丽的樱花季节 鸽子也在公园散步觅食 我们带的野餐食物 洒向天空 就造就了这一幅美丽的飞鸽景象 离开城基公园之后 就搭公车到高松之池 藩制时代用于防治水患 残留下来最大的至今就是高松之池 它和岩手山相互辉映 造就了这样的美景 它是岩手县的最高峰 2038公尺 有东北富士山之称 目前还是火火山呢 旁边还有一座很大很大的草坪 也有一些石头造景 可以在此处操作停留休息 欣赏远处的岩手山 沿着高松之池 边走边拍 看看这美丽的风景 实在有够令人陶醉的啦 自由行就是能随意走走逛逛 我们往后面走 好惊讶呀 突然发现了一大片的枝鹰地毯 枝鹰是一种覆盖在地面重生的小花 花朵直径1.5公分左右 非常小 色彩缤纷小巧迷人 开花的期间大约是在4月到5月 最佳散花期只有两周 可得好好把握时间哦 今天的圣钢一日游 就在美丽的花草中结束 我们散步走回去饭店 饭店就在圣钢车站附近 整齐花衣的商店街 是行人限定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在YouTube搜寻我的名字 又云 里面有更多的影片哦 欢迎订阅按赞 谢谢您 拜拜